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八年前我生了个女儿 突然就变了个人 以后的每一天我都不想再浪费了 我想把孩子带好 更想要一个全新的自己 在月子里 我看了一部揭露工业化养殖的纪录片 叫《地球公民》 我就很坚决地吃素了 在最初带孩子每天喂奶 乳腺炎和健翘炎交替发作 我发现孩子挺好带的 但大人和老人特别难带 我就在这个时间发现了一件事 孩子其实就像一面毫无保留的镜子 照出来了我们一切的历史的问题 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问题的一个机会 我想把这个机会抓住 我就辞职全职带娃了 其实我有算过 以我们家的经济条件 其实让我当全职妈妈的时间 最多也就是三年 孩子两岁前我没有用过微信 我暂时隔绝了所有的社交往来 我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 我每天就是关注孩子的吃喝拉撒 我每天陪着他玩 陪他睡觉 看着他笑 我真的就是观察着一个小生命 从零开始生长的那个状态 我感觉我整个人内心起了变化 原先那个愤世嫉俗的人 好像心里变得柔软了 其实带孩子的时候特别累 有时候我也会负能量 我就赶紧告诉自己 给自己提了个要求 不打人 不骂人 不冷暴力 孩子一岁多以后 我们家就经常发生这样的场景 因为这个时候的孩子特别自我 他又听不懂 他什么都想干 但什么话都不听 其实我也很气 既然定了这个要求呢 在我每次生气的时候 我就会冲着他的背后 哇 踢那个空气 但是踢完了之后 我自己也就不生气了 反正把自己逗笑了 然后当他转过身来的时候 我还可以跟他说 宝宝真棒 妈妈宝宝 我跟他有过一段对话 我问 你的梦想是什么呀 他说 我想当一个小天使 我说 为什么呢 他说 因为小天使可以帮助所有人实现梦想 那妈妈 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认真的在那个时候想了一下 跟他说 我的梦想 就是帮助你成为小天使 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想到 在未来 我竟然也可以成为 帮助很多人 成为点亮别人的小天使 我母乳未养到两岁半 这个时候感觉到非常沉重的就业压力 因为之前作为一个奶妈 赖在家里 还说得过去 但是这个时候 家里四个老人都坐不住了 他说 要么 你再给人家生个娃 要么 孩子留给我们 你去上班啊 我也是算了一下 留给我就业的时间 也就半年了 我带着孩子到处去学习 然后抓紧时间 还跑了几次马拉松 我就凭着这个 长跑积累起来的一个体能 就开始了创业路上的狂奔 我把孩子送到 真的像和时间赛跑一样 送到幼儿园的当天 我去注册了公司 租下了工作室 2016年 我开始做素食的公众号 办各种各样的 线上线下的活动 在当时的素食工作室 还挺赚钱的 但是我要开餐厅 我就把它关掉了 2017年 餐厅开了 每天 白天收银 拖地洗碗 晚上回家写文章 累得像狗一样 不到一年 一年后 就关掉了 后来 我就继续做 线上的事情 还推动了很多的专家 老师 美食达人 甚至很多普通的妈妈 一起传播健康 带着大家写文章 写食谱 拍视频 推动了很多 写书 或者做分享 做课程 现在回头想一想 还做了挺多事情的 但是其实我也没想什么 就是硬着头皮 把每件事做完 真的就像带孩子一样 每天就是吃喝拉撒 使尿屁做完了 把孩子哄睡了以后 才有时间上个厕所 这就一天天的一不小心 孩子长大了 创业也是一样 妈妈创业的神技能 就是三陪 陪聊 陪学 陪解决问题 我的合伙人在哪 我公司的合伙人 法则 就是我这么陪伴的 长大的 2015年 她是我的十几年的闺蜜 2015年 她在一次体检中查出了肿瘤 她辞职在家养身体 我一直在想我要怎么帮她 刚好 我要创业了 我就把她和她老公 约出来 说 素食大健康 是个很好的方向 我们一起创业吧 她稀里糊涂就答应了 其实创业并不适合一个生病的人 但是我相信 她跟着我吃素 运动 一定是有帮助的 然而一个创业的激情 很有可能让一个人 不会陷入消极 为了让她没那么累 我甚至把我的工作室和素食餐厅 都开在了她家的门口 我上班要坐地铁 她上班就是过一条街 重点来了 刚开始 她上班真的就是在打酱油 每天迟早早退的时候 咱也不敢问 但是到第二年我们开了餐厅 她入股了 成为了一个老板 经常加班加点了 这个时候我也担心她的身体 我就只能是这样鼓励她 但是我们的共同的朋友 经常去批评我 人家是一个病人啊 你在搞什么 所以真的就像当妈一样 你想让她长大 你不能去讲道理 你就这么哄着她 编故事 彩虹屁说 你真棒 你一定可以做到的 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哄着 但是真的 慢慢地我看到她 状态越来越好 甚至工作的效率也很高 我们一起学饮食 学中医 她喜欢骑行 喜欢瑜伽 我喜欢跑步 我喜欢健身 然后呢 她状态好了之后 她的变化 甚至都感染到了很多和她一样 曾经肠胃虚弱 曾经肿瘤 癌症的女性朋友 五年过去了 她从一个有气无力的人 现在变成了一个气色好 爱运动的高效能的创业老板 而现在我们公司的所有的事情 基本上都是她在负责 而我手上还有几位 和她一样 我就这么吭哧吭哧带大的同事 宝宝同事们 然后终于到今天 我上班 又可以继续愉快地划水了 也是在这五年里面 还有很多像法则一样 我们一起见证过 她在人生的灰暗时刻又成长起来的女性朋友 我们在一起带领更多的妈妈 而我带团队 带用户 其实并没有用到任何 我过去在MBA课堂上学到的管理知识 我用到的全部的技能 就是我在带孩子的时候学会的 我理解的所谓的管理和用户至上 不过就是带宝宝 发现每一个问题背后的情绪 摸准了那个情绪背后的需求 然后帮她建立起信心 一步一步带着走 陪她吃好 喝好 身体好 把关系理顺了 再把日子过好 经常有女性朋友问我 都是妈妈 说法赞 你是怎么平衡事业和家庭的 我特别擅长回答这样的问题 因为我有很多的段子可以讲 比如开餐厅一年的时候 我老公冲着我吼 再不关门 老子跟你离婚 比如我好不容易带孩子去玩一次 他眼泪汪汪地看着我说 妈妈 我好想你 我好想每天跟你在一起 这种时候都特别难受 我想我已经花了一百多万了 再这么下去 家都要没了 那就关了呗 再比如 你掏心掏肺了做了很多事 其实有时候会听到一些很难听的话 回家一边洗澡一边哭 哭完了赶紧笑着滚出来 因为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没有时间去郁闷 经常他们听完了我说这些段子 就说 那你过得比我还要惨哪 那我就没有那么郁闷了 就是这样 我用了三年的时间 专心陪孩子 用了五年的时间 陪着用户成长 我从一个全职妈妈 到了创业女性 从一个人的挣扎 到现在妈妈 帮助妈妈 事业在成长 我自己也在不停地成长 而这种互相陪伴和滋养的力量 我相信每一个用过心的妈妈 都会懂 所以最后我想说 我们能带好一个孩子 能带好一个家庭 其实我们就有实力 能够引导 能够陪伴更多的人 其实就有能力影响更多的人 所以每一个妈妈 手上都有孩子的未来 其实每一个妈妈 也都有左手陪娃 右手创业的实力 谢谢大家